首先要来看到的是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大家所关注的 在新疆乌鲁木齐所发生了万名维吾尔族暴动的事件 现在死伤是不断的扩大 抗议还持续在延烧 目前造成了有156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官方已经抓捕了有1400多名的嫌犯 并且已经演变成为了种族冲突 乌鲁木齐境内千名的汉人不满遭到了维吾族人打杂 那么这个走上了街头来寻仇 跟维族人是互殴 那么维族人现在要聚集抗战 遭到了强大的镇压 大陆驻合及德国使馆 也分别遭到了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士来攻击 而中天新闻的李洛梅跟杨士旭 在昨天晚上是第一家 进入到了乌鲁木齐的台湾电子媒体 他们传回来了最新的报道 大批武警警察驻守在乌鲁木齐市区街头 空气中依旧弥漫紧张的气息 现在时间事情超过了凌晨的一点钟 我们就正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大街上 由于实施宵禁的关系 路上是看不到任何一般民众 只有大批的公安和武警进驻 头盔木棍盾牌全副武装 警察站纲的人民广场就是冲突暴动的地点之一 即便事发已经超过48小时 新疆政府仍旧严格把关 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实施交通管制 一般人车一概不准上街 也因此从外地来的人潮起爆机场 附近旅馆通通客满 想进市区的虽然有客运接送 但只有固定几条路线 记者也得公安带路才得以进入 所有境外媒体全部集中一间饭店 和过去相比 大陆官方这次罕见迅速的让记者进入采访 这是为这次新疆事件特别设立的新闻中心 而这里也是现在全乌鲁木齐市唯一能够上网的地方 全市网络封锁就算饭店房间也无法上网 国际电话打不通 收发简讯也不稳定 由于这次暴动就是透过网络号召 切断联系就怕冲突 再次爆发 周知新疆 施许洛梅 新疆乌鲁木齐 财报报导 到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